那個女生的名字先斷了 她會說 你這種心寒出身的 沒有辦法理解我 真的假的 然後我就發表 我愛你的師父會拉 我們兩個從死犯 第一題 D先生和老婆結婚後 在外租房子 兩個人都有在工作 收入來說生活還過得去 也有計劃存錢買房 最近老婆在適宜想要生小孩 不過D先生認為 現在的收入要養小孩 又得存錢 會負擔不過來 請問配神團 能接受經濟條件不是很理想 又要生小孩嗎 3 2 1 請舉牌 只有你一個人是覺得要 為什麼 打蛋了 打蛋了 為他你有錢 我是唯一的板派 所以說你們先講 因為我覺得 小孩生下來就是 你對一個生命的負責 不是說你要給他一切 都要買好的買貴的 你要負責這個生命 必然你就會有一些花費嘛 嬰兒時期也好 幼稚園好 讀書什麼一切的都是錢 與其在急著想要生小孩 不如先把自己的基礎 好好的打穩 等你全部都Ready好的時候 你為另外一個生命負責 自己不會是一個負擔 因為我覺得 蠻大部分機率就是 如果小孩子出生在 經濟條件沒有那麼好的情況下 那是比較容易不幸福的 當然我們可以給予很多的愛 但是 接觸到一些現實上面的問題的時候 很容易會因為 經濟的關係 家庭之間摩擦 更多的愛情節也包不住 那個現實上面的考量和珍藏 我們兩個不愧是金牛座 HIGH FIGH 我根本就是這樣討論 我們的未來 蛤 什麼未來是 WOW 好我覺得這點是 在就是結婚前就要討論好 討論好說 在幾歲前 如果大家都達到一個狀態的話 那我們就生 那如果在幾歲前 我們都還沒有 滿意我們現在的狀態的話 就我們再就不要生 雖然說你們的邏輯 都非常的無懈可疑 但是我還是要講一下 我覺得 the unexpected 從天上下來的 意想不到的驚喜 有的時候其實人生就是這樣 碰到問題 想辦法解決 他如果真的沒有辦法 小孩就親菜養 知道我認識到的 大部分親菜養的小朋友 優秀 偉人小時候那個生活環境都很困難 對 然後上了幼稚人都是最爛的 那個園長都隨便 那邊走園那邊打小孩的 但是那種小孩長大之後 反而變成大企業的董事長 例如誰 我舉不出力 我的朋友有一些 家庭不是太好的 可是小孩會更加倍的 孝順 努力 因為他知道辦法不同 就算每個月都滴滴答 可是 可以加 滴滴答的手 就是荷包少到只能擠出水 啊 還要遙遠啦 滴滴答在那邊有家 我記得很清楚 我爸在我想說 我們家好窮 我今天是美國讀書 窮得只剩下錢 有窮過 有窮過 你問年事難節 我爸拿了一條PS2給我 然後我爸一拿給我媽 當一場臉就綠了 我家這存款只剩多少錢 你去買這東西 我爸說 還是要給兒子好東西 這個東西 我覺得其實 生命會找到出路 I found a way 其實也是有道理啊 是不是 是有道理啊 是 不是 I found a way 是有道理 但是 還是有很多的現實 沒有要顧 也不是所有小孩都這麼的動 對啊 如果他為了 因為家境不好 然後走上不好的路呢 也有蠻多 因為家境好 所以其實 人房子已經那麼深 其實都有了 所以其實都有好 好吧 那就我們改站好了 那改中間 對 你有打動蠻多人 好 那我覺得算你這題有 會說不到大家 因為他們兩個都有 跑票了 所以我覺得這一題的結論就是 大家在不管遇到什麼樣的事情 或你的出生背景如何 你都要相信 這世界都是善良 都是美好的 然後要往很好的方向去走 第二題 W小姐前陣子 在男友與自己的父母見面 W小姐家裡的經濟條件不錯 父母也都是高學歷 在得知男友學歷不高 收入普通後 父母覺得沒有門當戶對 私下表示希望能有更好的對象 請問陪審團 認同雙方必須門當戶對的觀念嗎 3 2 1 請舉牌 你有那個同伙 那你就插插吧 當然是要看我是 發表這個言論的時候 我是站在 我是有錢還是沒錢的情況下去 講這些事情 那如果你站在你是那個男方 沒錢 我當然覺得沒關係 我可以很努力 然後期許自己可以 將來帶給女生更好的生活 即使他不需要錢 但是我也不需要拿你的錢 然後我們只要關鍵盒的話 我可以養活我自己 我們有多月的錢 我們可以去做 我們自己想做的事情 那你站在有錢的人 你就覺得要門當戶對 對 因為我認識就是有一些 比如說像醫生世家那一種 他們會希望就是 找可以一樣的 類似的這樣子的家庭 這樣他們出去的時候 比較有話題 對對對 你不是很有錢的 說一下 我怎麼說很有錢的 我看了頭髮三十年 喂 你怎麼看 因為我過去有幾任交往的經驗 然後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女朋友都是錢出小學 哇 你不想努力了 有阿姨嗎 有阿姨 啊 認真嗎 不是有阿姨跟我交往 是有女朋友的媽媽 他們會過來跟我講 你知道嗎就是 你跟我女兒啊 我知道你們兩個在談戀愛 但是呢 阿姨告訴你們是沒有回應的 阿姨可以幫你在工作上 事業上 給你一些幫助 可是 跟我女兒呢 你們就 開開玩一玩就好 我怎麼回就 謝謝阿姨 就說阿姨我不是這樣想 謝謝你幫我 我不是阿姨 那 其實比如說 女生很有錢 然後我是窮小子嘛 那請問我要送女生什麼東西 還有重點是有一次很好笑 他剛逛完 百貨公司 那買了一個鞋子 在那邊 然後他說 我不想坐捷運回家 我那時候忽然不知道 我什麼理智限斷 我說 我們為什麼要浪費錢呢 我們就坐捷運 捷運站就在旁邊 他說 沒有 我腳會痛 我想要坐計程車 我說 沒關係阿 我們挺到捷運站 你可以說我沒你啊 那個女生你之前斷 我就說 你這種清寒出身的 沒有辦法理解我 真的假的 然後我就發表 快你的師傅回來 我們兩個衝死蛋 其實我們後來也知道不可能 其實整個價值觀 然後家庭這個 有點困難 但也不能關於那一方 因為他們從小生活 就是關鍵就是這樣 對啊 他不是他們的錯 我覺得 我覺得在二十幾歲的時候 你會覺得 沒有啊 愛勝過一切 只要有愛什麼都可以 但是我到現在 這個年紀 也沒有辦法很大 這個年紀而已 我會覺得 有愛有時候 不一定可以勝過一切 因為我覺得生活有太多 現實的東西 那個落差是太大的話 長久下來一定會有問題 那是幾歲相信愛對一切 對啊 那是幾歲相信愛對一切 你不在意男朋友會沒錢 然後你不在意男朋友就是 啊我這個月真的滴滴大 開始說不在意 但是時間久了一定會在意 有啊他有一次偷抱 對 那是那個上次開房間去 啊 劉沛加油 啊 啊 嗯 我之前也有點疙瘩 啊 這樣子 非常沒 總結就是我覺得我們 要清楚的知道自己 想要的東西 跟未來 對方可不可以給你 或者是你自己 可不可以給你自己想要的東西 達到那個平衡才是最重要的 嘿 三題 A小姐和男友到了試婚年齡 身邊好友的陸續結婚 男友也有提到想婚的念頭 表示婚後有許多好處 像是法律保障還有減稅等等 但A小姐認為 為了這些好處而結婚好像太隨便了 請問陪審團 你能接受結婚的目的是利益相關嗎 3 2 1 請舉牌 啊圈圈 叉叉叉叉叉 欸我可以都偷火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 婚姻不是因為這樣才有走路嗎 就是因為我覺得結不結婚 這點就已經不是 一定要的事情 你們可以相愛很久很久 可是你們不一定要結婚 啊如果有這個利益 那要結婚那就 就OK啊 我今天找一個照片是我之前 拍下來我自己寫的筆記就是人為什麼要結婚 我們先講好了 我不贊成 因為我覺得 對我來說 婚姻是兩個靈魂的一種承諾 它不應該跟利益有關 雖然在這個現實世界裡面 它也包含了很多的利益的成分 但是它的起心動念不應該來自於利益 好那如果哪一天走到這兩個人不適合在一起了 要離婚 那難道 我們要為了利益上的一些東西 然後我們就繼續維持了這個不快樂的婚姻 只為利益嗎 好我跟你講我的很強烈喔 在結婚的時候 牧師或者是證婚人在前面會問的問題 你們是否願意接受不論貧窮 不論富有 不論健康 不論疾病 不論是順利還是不順 你們都願意永遠的牽著彼此的手 一路走下去 這個是婚姻的核心 如果因為利益 那其實你就違背這個邏輯 對 講得真棒 你們好喔 不是不是不是 婚姻是不顧一切的 是因為愛 然後是一個願意為對方負上永恆的責任 來 反駁 在環境你的逼迫下 我逼不得已 必須要在踏入婚姻的這一步的時候 必須要面對的是第一的考量 因為確實 我現在跟你這樣談談戀愛 但是婚姻是一輩子 而且我們要負責的事情很多 因為我們愛的是對方 那我們考慮到利益 也是為了我們之後在一起 有愛但是我們考慮到利益 那裡是彼此的東西 就是對我來說 如果沒有要生小孩 為什麼要結婚 結婚其實是為了在人老的時候 另外一半可以義務反顧 而且很合理的去照顧他陪伴他 沒有結婚也可以義務反顧的照顧另外一個人 另外一半在病床上面 要簽署急救的那些東西的時候 你是以什麼身分來簽 只有配偶才有權利簽那些東西 另外一半可能遭遇到什麼事故的時候 你們是婚姻 你們是伴侶的時候 你才有那個能力可以幫 另外一方保留他所有留下來的東西 保留所有資產 那也是你們的婚姻的東西 雖然不是說為了婚姻產 可是真的發生事情 就是想要幫他們保留下來 我們也不能為了 好像這樣我做了 好像是考慮到利益而去 不去做這個事情 我被他說服了耶 我不是個不婚主義的人 我也是相信婚姻的 但是我覺得 為什麼要結婚這件事情 應該是 你在這個人生道路上 你找到一個 願意跟你一起去 摸索跟探索這個世界的那個partner 而你願意為他 取下這個諾言而結婚 而不是因為 我擔心以後 我老了有沒有幫我退輪移 或者是我們的房子要怎麼樣處理 或者是我們的身分證後面 配偶來還是空白 我覺得這些對我來說 不會是一個考量 而是我的心知道 我遇到了一個 願意跟我一起探索世界 同甘共苦的一個人 就是這麼簡單 結婚依舊只有這邊 哎 就把錢給他 就這樣 就是都給他 都給了 你還何必在意 簽不簽字 那個就簽吧 這一輩子就是他了 我覺得其實對於男生來說 男生的真理上的欲望是強的 所以說其實我覺得很多時候 就算我是穩定交往 可是我其實會對其他的異性 是會有興趣的 說出來了 沒有 一定會 男生都會 可是為什麼不會出軌 男生是我們不斷的 用理智去 要告訴自己 這件事情是不應該的 那結婚這件事情 是一個看清楚的 鐵丁丁的理智 我會為這個女婦 這就是負責任 好 來做一個結論 來給誰敲 給你敲 給我敲 我敲 敲 你這底層有感覺 你把結論帶到戀愛是科學看看 經過愛伊斯坦的相對論 我覺得呢 婚姻這個東西呢 我們怎麼樣用大數據 我們其實沒有辦法用大數據 大數據對我們來說 只是一個參考 但是我們要聽從自己的 內心的聲音 然後你聽從自己內心的聲音 不管是要結婚 或是不結婚 不管怎麼樣 只要那份愛存在 你聽你自己的聲音 就對了 超棒 戀愛不是科學 欸它這個有巧思喔 它的是這邊有個不等於 而且你像不怕 這風刺的意思啊 戀愛不是科學 很有巧思 好 第四題 沒了 一有未盡 這個是你一有未盡 OK 那今天的陪審團就到這邊 那最後再好好宣傳一下 那我們來宣傳我們的戀愛是科學 然後我的戲裡面演的是顏飛 我是她從小最愛的女生 我在裡面是一個 27歲摩羯座的髮型設計師 那會成為髮型設計師 因為小時候有一次 我在幫她剪頭髮的時候 我們太醜了 然後她就哭了嘛 所以我在戲裡面 立即就說 下次我幫她剪頭髮的時候 我一定要剪得很好看 就在講我們彼此成長變成熟的時候 我們再次遇到 發生了一些故事當中 步伐有一些 情情 愛情 友情 還有什麼情的 什麼情緒 你覺得很激情嗎 來大家看喔 來來來來來 大家看喔 很好很好 她在戲裡面 我都小時候都叫她小豬豬 為什麼叫小豬豬 為什麼啊 因為她小時候就是胖胖的 然後臉圓圓的 所以小時候 顏飛姐姐就很喜歡抓她的臉 所以她是小豬豬 就一路看著顏飛在這個 好配喔 想到我講這麼感性的話嗎 換了一個多角 就一路 顏飛的這個心路歷程 跟她修復自己的過程 都有小豬豬的參與 那我覺得你在這次劇中 職業還蠻特別的 戀愛科學是一個婚姻仲介公司 就是千紅線的公司 我覺得很有趣是因為 顏飛她是一個不相信愛情的人 她卻在做一間買賣愛情的公司 把它變成一個數據 因為她不再相信愛情 她相信一切都是可以被數據化 一切都是可以被計算出來的 那同時也因為戀愛科學這個公司 她就有很多不同的線 然後不同的角色 希望大家可以 每個禮拜定時收看我們戀愛師科學 禮拜六晚上在三立都會台 禮拜天晚上十點在台式頻道 我們一起來探討愛情 這題最難的這題到底是不是可選 最難的選擇題 Love is science or not Love is science 我們很仔細喔 好那我們公公開始的團 下次見囉 掰掰 比如說行銷原理第三組叫做報告 然後裡面有一半個影片 然後你們都是奇怪的 不是賣那個影片會過期 然後雲端不是很方便嗎 可是你可以放棄士本 優良影片放棄士本 你都沒有加入過這個群組 可以加我地區嗎 你不要被Keeper了嘛 你不要被Keeper 她群組公告就是 好的影片麻煩加入棄士本 你們都有在那邊笑 媽媽